在主页下方的菜单栏当中 您可以快速找到 各个嘉宾的锦囊和课程产品 在锦囊产品当中 我们新增了筛选功能 方便您的查找 而嘉宾的课程则分为了 年课 乐课以及专题等 不同的类型 您在购买嘉宾相关产品之后 将会收到我们实时推送的 嘉宾观点 您在第一时间 就可以跟踪大咖们的最新动态 当然除此之外 全新版的有看透家 还有很多的功能在等待着大家 我们也将会在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一一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 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韩股论金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 我是依可 今天金虎深3D市场表现不一 上证指数震荡调整 以科创50为代表的双创 及小盘指数 探底回升 全天表现明显强于大盘 科创50更是涨超2% 大小盘指数表现分化 双创指数在后市 能否引领市场反弹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 谈谷论金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发表 真知灼见 可在谈谷论金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 袁建新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们带来的最新观点 有请老袁 好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高科技 尤其是芯片半导体 走势非常的强劲 有人说 芯片半导体强 则科创50强 对不对呢 好像还真是这样 那我们为了三点来跟大家聊聊 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看点一 主板弱科创强 半导体为首板块很活跃 其实在节前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摆出了一副 要往下去考验下方支撑的 那种架势已经出来了 至于节后今天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发现开盘以后 直接就开始往下跌 一个多小时之后 又看到了一道很久很久以前 就考过我们的一道考题 那就是什么呢 三千点大关的一个保卫战要打下了 该怎么打 其实每一次我发现 包括好多股民都跟老袁反映 说每一次打响三千点大关的一个保卫战 第一波到三千点附近 啪反弹 而这个啪反弹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什么 高科技加券商板块 你还别说今天就是这个味道 那么如果是在第二波的话呢 那可能要打穿三千点大关以后 再来触发市场的一个反弹了 当然今天仅仅是到三千点大关附近 就开始反弹了 而这个反弹的确实 今天板块方面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芯片半导体板块 走得非常强劲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医药板块 那么走得也算可圈可点 此外还有一个券商板块 今天也是红盘 对吧 老味道 能不能带领主板指数 能够走出三千点保卫战的一个拖累 这是市场的一个看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看点二 看点二 消息面助长半导体板块乘风而起 确实半导体板块呢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 走得非常的一个强劲 不仅是今天了 最近一两周的一个时间吧 大概应该是从5月27号开始 半导体板块呢 走势就明显比上证指数 比其他的一些指数 要走得更强劲一些 那么这呢 我想还是归功于几条消息吧 一个呢 就是有关大基金落地的一个消息 这个呢 就是在5月27号 我记得是当天落地的 那落地之后呢 有过一个短暂的一个上冲之后啊 开始有回落了 那么当时市场人士认为呢 这个毕竟是三期的一个消息 从消息面的一个角度来说 不够新鲜 对吧 因为有过一期二期 你现在是第三期 所以消息面上没有突破 仅仅是从数量上来看的 比前面要大一些 所以当天冲高回落 市场的一个表现是这样 但是经过之后啊 市场慢慢对它进行了一个深入研究 发现芯片半导体板块 对于这条消息来说 应该值得我们更多的给予重视 这是第二个呢 也是跟这条消息相关的 国家有关金融局啊 批准了六大行的入股 那么这条消息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之前的大基金三期啊 强化了一下 那么第三个呢 是从近期看到的啊 是出口的一个消息 前五个月啊 我国集成电路进出口 延续了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 第四个呢 世界半导体贸易协会有一个统计数据啊 那么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 今年预估啊 现在是预估 预估呢是年增长会达到百分之十六 同时呢 乐观的来看待 二零二五年存储芯片和逻辑产业 来推动的一个产值 会有望达到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 因此呢 对于大基金板块啊 那么在今天偏弱势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走强啊 应该也确实有背书啊 有相关的一个消息做背书啊 走的呢 也是可圈可点 那么这是看点二 看点三 大盘一旦完成二浪调整 三浪上涨 不容小觑 其实周末呢 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 有关技术分析的一个周评啊 那么这个周评呢 我们回顾了一下啊 这波上涨 从二六三五涨到三千一百七十四点 而这个点位呢 正是我们连续两周跟大家谈的啊 我说要到三千二百一十九点的话 你必须要过前面一个啊 这个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就是三千一百七十七点 那么这个位置是去年的九月四号 创下之后啊 市场再也没到过 所以果不其然呢 这一次到达了三千一百七十四点以后呢 我们看到是贾兰儿子开始出现了连续 基本没有看到有回头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那从这个下跌的一个情形可以看出 应该说这一次的一个回调啊 是对两千六百三十五点涨到三千一百七十四点 总体的一个回抽来进行一个确认 那按照黄金分割啊 来来来考虑的话啊 涨六十五天那回档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那需要二十二天到四三天对吧 那回档也是按照黄金分割来算的话 那第一个支撑位还没到嘛 那第一个支撑位要到什么位置呢 两千九百六十八点啊 当然再往下呢是两千八百四十一点 我们暂时先看两千九百六十八点 那现在我们刚才说第一波到三千点大关有一个反弹 那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有没有可能是快速到达这个位置 但是匹配它的一个调整的话 那我们觉得最好不要快速 为啥呢 因为现在你看啊上方的均线啊 稀里哗啦一堆啊都是往下一个反压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扩散的比较开 一旦快速下跌再快速反弹的话 那么碰到上方一条一条的一个反压的一个压制啊 那很快就会结束这个反弹 但结束这个反弹并不代表这个啊 这个市场的一个调整就结束嘛 就会陷入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盘整 我倒觉得你就索性 直接来一个反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盘整 等待上方各类均线回落啊 都到下方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所有的均线都纠结在一起 再来反弹的话 再结合七月份我们知道重要会议的话 那一旦会议决定了一些新的方向 就像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的 很多政策都聚焦于低空经济啊 那下半年的一个行情呢就值得期待 那有人说哎呀老袁 现在看如果这样反弹再回荡的话 再长期盘整的话 那说不定黄花菜凉了 这波行情就结束了 你想一想啊 回过头来我们想一想啊 这波2635涨到3174点 涨了有539点 一波比较明显的回荡 那就是所谓二浪嘛 那暗浪调整以后三浪就没了吗 就算三浪反弹不成功 它也会到前高的一个附近 再去看看上方的压力大不大 一旦三浪反弹是能够成功的话 那你说三浪上涨是不是不容小觑啊 当然你可以说老袁你现在是做梦啊 梦想可以有嘛 在目前世道当中 我觉得这种梦想也是结合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基础 我们展开了一个合理的一个想象 好吧 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 等待消息面 以及盘整以后市场的一个走势再来看 好吧 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三点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今天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庄阳啊 另外一位是邱光明 两位好啊 那大小盘指数呢出现了一个分化 那么今天呢很明显双创引领 是不是能够引领市场的一个反弹 我们来听听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来看的 庄阳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双创的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充分的 再加上历史上六月份其实是属于科技股的行情 所以说我自己也会倾向于这波反弹 就短期的反弹是会以双创为代表去上功的 这是我的一个结论吧 好啊 谢谢庄阳啊 再来听听光明的看法 我认为双创里面科创50的话可能反弹的概率更大一些 因为科创50里面的核心它是半导体 然后创业版的话它其实核心是这个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我们知道现在最近的一个龙头在高位出现了破位 所以说我觉得从两个创业版来双创来说的话应该是科创50希望更大一些 因为它的这个翘翘板是这个对应的是资源股资源股一跌的话它科技股会有所反弹 好谢谢两位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收看我们节目的投资者朋友你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来看到 欢迎在我们唐古人金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出您的答案好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唐古人金栏目组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对明天市场的一个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 那么今天呢是跳空低开之后啊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落 那么在3000点附近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呢是在科技股的一个带动之下开始了一个反弹 午后呢重心上移越过了3033点之后再次出现这个回落 那么这个3033点呢是上周我们给出的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下限 也可见啊那么今天市场是比较弱了 那回到3033点居然没有站稳再次回落 收了一个放量流是下引线的一个中阴线 那么在支撑没有探明前我觉得仍然有回挡的一个空间 从趋势来看越转空周空日空的一个趋势应该要保持一定的观望啊 明天的参考波动区间2999到3043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的一个情况啊 那从创业板那个角度来看呢 今天低开之后啊没有出现升幅的一个下跌 重心呢倒是逐步上移的 而且尾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也是翻红啊去冲击1800点的一个整数官 但是比较遗憾啊冲击未果 说了一个数量低一开的一根中阳线 4月底的一个低位啊也就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啊 4月底的一个低位支撑的一个力度啊 我觉得仍然有待考验 从趋势来看越转空周空日空的一个趋势是应该要保持观望的 明天的参考波动区间1772到1806点 我们来看一下上振50提加中振1000分时走势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今天大概就花了1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就在前面这一段基本上已经看出市场的一个端倪了啊 尽管一开始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上振50指数回落之后啊 有过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 但反弹它有没有创新高啊 没有啊直接就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一个下跌 但是中振1000呢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下跌的一个时间段 比上方50指数略微更长一点 但是反弹之后的一个高点啊 至少目测来看 跟这个一开始开盘时候啊 连续竞价交易的时候基本持平 然后回落的时候呢 没有创新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振1000之后呢 就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一个上升 那么这个走势呢 直到尾盘啊才开始走平 而上振50指数呢 其实也就跌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一个时间 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如果明天市场要继续走强的话 那可能要拜托上振50要走得更为坚韧一些啊 那么这是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次来请出一可 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谭国立金的嘉宾们 在有看的家APP上发布的市场看法 来有请 好的老员 下面来看一下各位嘉宾的点金 白颖杰在昨晚给出的观点中提到指数盘整下跌 预计调整时间将延长 耐心等待日线出现止跌信号 韩前徐世荣指出 短期能否收复年限将是市场拨空转换的标志 却广民认为短线上证指数将反复亨实3000点 并为民认为市场下跌空间有限 创业版有望在前低点1735点区域结束调整 胡嘉宾的观点认为 目前应该轻指数重个股 半导体板块的上涨仍未结束 许文杰认为指数仍在继续寻底 短期关注半导体板块的持续性 葛建英指出半导体板块表现强劲 军工板块低开下探回升 操作上持股并加仓军工板块 最后宋路一认为指数探底回升 芯片板块的逆势表现带动市场情绪回暖 有望继续走强 好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老人 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这个行情 我想必须要请出 这个谁呢 胡半导 胡嘉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涨幅局前的 都是跟芯片半导体相关的一些股票 那胡嘉宾在线了吗 在线老员 胡嘉宾你好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呢 清一色都是芯片半导体 处于一个涨幅前列 那对此我想听听你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包括板块的一个分析 来 有请 海德老员 目前来说的话 我觉得从上阵的角度来说的话 应该是触及到了一个底部 在这里来说的话 我觉得向下的意愿已经不强了 原因上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现在有一个特点 就是各大指数 其实都已经回到了4月中旬的那个低点 然后在那个低点之后都做出反弹了 那创业板和科创50是率先回到了4月16日的一个低点 出现反弹的 那现阶段来说的话 上阵今天其实也是触及到了3000点附近 所以我在这里认为首先上阵在这里 应该是难以继续做下跌了 但是我认为也不会立马就涨起来 原因很简单 就从最近几个交易来看 就是动不动就有权重被闪崩 就被直接的杀跌了 所以说短期情绪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并不在上阵这边 今天像银行包括一些远洋 都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杀跌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来说 指数在这里应该是 第一 首先是稳住了 第二 能不能反弹上去的话 我觉得需要点时间进行消化 毕竟权重股连续这么杀的话 情绪上肯定是要时间去做修复的 但是在这里我觉得不用去过多 担心风险什么了 因为基本上释放完了 就看它什么时间权重 能带动市场指数走反弹了 目前来说的话 还是属于客创50最为强势 因为今天从早上来说的话 就是客创50带头涨的 那目前客创50来说的话 就等于是4月16日的低点没有破 反而试探了确认支撑有效 那现在是调头向上 今天客创50是放量的 而且放量迹象比上个交易明显很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资金 是扎堆到客创这个方向来了 目前我觉得客创50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前期的一个高点 大概是780附近 如果这780也能突破的话 那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双底的一个构造完成了 那目前我觉得先看第一目标吧 780左右 市场而言的话 我的观点没有必要 还是属于就现在资金 其实找不到损法的一个切入口 那目前资金还是在选择低位 以及有消息刺激的一个方向 那半导体今天为什么起来就很简单 因为有消息嘛 又像周末三七七的一些消息又出现了 所以今天半导体从上午就开始走强了 所以我觉得比较明显 就是继续去寻找低位以及消息 那从目前现阶段 消息面来看的话 没有更新的消息出现了 所以我认为资金应该会 以继续抱团半导体为主的 而且今天我觉得比较好的迹象是什么 就是半导体的一个板块 它是突破到了一个四月份的一个高点了 就是把盖头给掀掉了 那再往下走的话 其实就三月份的一个高点 那这一点来说的话 其实从盘面反应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看得到 就很多一些个人投资者 在半导体上面 今天呈现出卖飞的一个迹象 就卖出去 它接着再涨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来说的话 半导体应该是能继续上工的 一方面资金没有出口 另外一方面 个人投资者再把筹码丢出来 但是很明显 今天走了个实体阳线 而且带亮的 所以我觉得短线应该会继续上工的 而且从半导体设备 龙头的走势来说的话 也是走出了两个月的震荡 它是选择向上突破的 所以目前我觉得是要着重去 继续跟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这两个方向 也是三七基金我说的 从产业链角度来说的话 肯定先从上游抓起的 所以说材料和设备 我觉得当下第一不应该卖 第二的话找机会 可能要做进场了 因为它是选择向上突破的 所以我短线上还是着重的看好 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这两个方向 好 谢谢胡嘉宾的一个分享 应该说确实从今天 无论是科创50指数也好 芯片半导体各个子行业的 一些指数情况来看 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 但后续关键我想 不仅在于今天放量 还需要后续成交量继续堆砌 不然的话 整体同一天出现大幅上涨的话 你也得小心 现阶段毕竟市场的一个资金面 不是最充裕 往往涨个一两天 市场的一个走势上来看的热点 就不太持续 那么这一次我们要进一步观察 芯片半导体的一个热点 能不能持续 好了 我们回到场内 跟两位嘉宾要一起来探导 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我们先来请出广敏 来听听广敏的看法 来有请广敏 好的 今天我给大家聊一下短期中期和长期 先从短期来说 我认为从日线3174点调整下来的话 到现在是200点 200点的话调整下来 整个的调整波段我觉得基本上结束 但是在短线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纠结 纠结的原因 我觉得重要的是 就是这两天基本上权重都在跌 那权重就大权重在补跌 那么这个补跌会形成一个 我们说翘翘板的效应 因为不管是资源股 还是银行 包括电力 它其实都在高位 那么在高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整个的 不管是前面的2885也好 还是2638也好 还是2635点也好 起来的话 它都是大家是共振向上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等于是有一半 或者说有三分之一在上面 还有三分之二在下面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暂时需要有一个 来回的这个模的过程 就是需要高位的补跌完成之后 再形成一个有效的反弹 这是从短线来说 那么从中线来说呢 这个因为是上面跌下来 到现在是200点 那么对应的之前 我们看到去年和前年吧 有两波上涨到120天均线 120周均线 应该是 对 上方压力是吧 对 打到这个位置就下来 打到120周就下来 那么目前的情况 其实走势是一样的 基本上到了上面放不出量 就回落 那回落到200点的位置呢 就是大概是在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就黄金分割位的位置 它都有一个震荡 我们看到之前一波的话 震荡了大概有六七周的时间 那么第二波的话也有六七周的时间 那所以的话 我觉得在3000点这个地方 要有一个夯实的过程 然后再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那么这是从这个中期来看 就是要有一个夯实的过程 但是从长期来看呢 我们看到画了一根横线 就是3000点以下 那基本上第一次是瞬间打穿 两周就上来了 第二次也是一样 那么第三次打穿3000点的话的 有一个加速的过程 但是加速完了之后也是两周 我记得收盘是3016点 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的时间 我觉得往下看的话 其实打穿三 就是长期来看 就是因为上半年已经走完了嘛 接下来下半年 下半年应该还是会有打穿 3000点的过程 这个为什么会打穿的话 我觉得核心的原因 就是今年的核心目标 是要把一批业绩不及预期的 或者一些垃圾股把它清理掉 在清理这些股票的过程当中 必定有一个阵痛的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年 应该是有一波调整的 然后调整完了之后 市场出清了之后 这个可能会由蓝筹股再次带动 整个指数再次去做 我们说三浪的反弹也好 这个概率可能更大一些 那环米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实际上上涨跟双创 尤其科创50的一个上涨 是分不开的嘛 那会不会出现一种状态 上证指数 现在还是在回落这个状态 还在寻底的状态 那我们换一个 悄悄板吧 我们换到科创50指数 由它在上涨指数 这个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 由它来领涨一段时间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性有 但是不大 为什么不大呢 就是因为 尤其是从去年其实到现在 基本上我们说指数 就是指数弱的时候 个股更弱 指数在强的时候 个股未必强 所以说这个是从去年开始 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 就是不像以前我们说 大盘股大台 小盘股畅戏 这个其实经常看到 经常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从去年以来都 很少有看到这种情况了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这个就是 大部分的就是 业绩不及预期的股票偏多 或者说是市场的这种情绪 就是包括这段时间很多股票 不是又到了2635 甚至2700这个位置 市场情绪已经不像以前 那么就是相对乐观了 所以说我觉得 在没有出清的情况下 连续的我们说 走出一个独立的行情 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它科创50 它是一个宽机指数 那如果说你说 是一个某一个板块 比如说半导体 比如说芯片半导体 有没有可能 芯片半导体 如果是某一个板块的话 我觉得有是有可能 走出一个独立行情的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开始 独立行情的是 比如说银行它是独立行情 煤炭的话 它是相对是独立行情 今年也有过 我们可以看到23、4月份 一字横盘的时候 那个低空经济不是独立行情吗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 就是题材类的 题材 题材类的板块 就是前面老员提到的 就是宽机里面的 就是要走独立行情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好 这个是广敏 对市场的一个分析看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出庄阳 来听听庄阳的一个分析 来有请 好的老员 首先大家不能否认 就是整个指数 从5月中下旬 其实一直是走弱的 就是我挂了一幅图 就是后面一幅图 就是说 什么时候建顶的 就是指数什么时候建顶的 是当发布了 超预期的地产松绑政策 之后的一个交易日 指数建到了顶部 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跟A股历史的这种 可以说遗留问题 或者说 A股的生态有非常大的关联 就大家都喜欢去买预期 卖现实 就这个是A股一直会发生的事情 就当大家觉得 这里会有政策出台 会刺激 大家可能就是会进去买 进去博 但是当你真的很重磅的政策 出来之后 反而未来可能潜在的 就是有更超预期的政策的可能性 就变弱了 或者变少了 那这个时候对于厂内已经获利的资金 它的首选肯定是直赢 卖出 这个其实就跟你做周期股差不多 当周期股它的业绩处于最高增速的时候 那你一定是卖而不是买的 就这个其实就是A股目前 可以说一直以来的这种操作方法 就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见顶的这个时间点 和这个政策相关性会那么强 就这个是我认为市场走弱的第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因素 我觉得还是跟相关的一些 这个ST新规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原先市场大家这个投资者 对于ST新规包括新的国酒条 大家都是带着欣赏美的这个眼光 觉得这个政策非常好 这个优胜略太 你看印度指数 看美股 它基本上都是每年会有大量的股票退市 然后去换一批优质的股票上来 也就是说新陈代谢 优胜劣汰 那大家都对这个政策非常支持 就是我从我自己的角度 我也觉得非常认可 就这个如果未来这个市场要想真正的走牛 这个厂子是一定要打扫干净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 就市场本身是一种美的角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这个越来越多的股票被ST 甚至有些股票被这个退市 而且ST的这个股票从原来的小市值到中盘股到国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又从相对比较就是说比较悲观的这个视角去看待 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在短期会加大市场的不确定性 就不可预测性 就谁都怕自己手上的一只股票突然之间就ST了 那这个再来的结果一定是会对场内一些风险偏要比较低的 或是追求确定性的资金 它的整体的这种操作意愿会大幅下降 这个就导致了市场为什么从五月中下旬跌到一些见顶以来量是持续缩的 而且风险偏好其实是一直在收缩 就是因为大家感觉到了有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在里面 就这个我认为是市场调整的第二重因素 但另外第三重因素就是量化 就是大家知道量化是不改变趋势的 它是一种类似于助长助跌的这样一个因子 但是这个管理层次对于量化的限制也是在持续加码 最新的这个量化的高频的新规 这可能会导致量化不得已去降频 而且这个会去适当的去降低仓位 就这个对于市场 我觉得短期是会有一些资金出逃的一个冲击的 在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市场其实一直在调整 我觉得这里面是会有一部分的量化资金是选择撤离的 就综上三点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指数 就像老元说的这个二浪回调 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 其实它其实是背后是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催化和逻辑在里面的 而且这个上升宗旨现在是跌破了六十天均线 六十天均线一旦跌破 我记得我年线也跌破了 对我之前我的观点就是六十天均线不破 市场趋势就还是属于进攻状态 对一旦跌破 那它的调整级别就会非常大的去扩大 这个我其实认为短期可能是跌的差不多了 这里可能会有一波反弹 这个会有反抽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弹反抽应该六十天均线过不去 就反抽完应该还有一跌 这一波就跟老元前面说的这个黄金分割 跌到两千九到三千点当中的这个区间 我觉得是完全吻合的 就可能这波反弹完还有最后一跌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见阶段性大底的 对于投资者而言去布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窗口期 所以说从短期中期来看 短期我是看涨的 调整到位了 而且我其实也是看好双创的 因为双创最近其实是 它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边际变化 其实大家都没说到科创版 科创版是五周年 它这里市场是也是在博弈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降门槛的一些政策出来 这里是有一些催化的 包括半导体的这样一些事件 那创业版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 它的调整也是相对比较充分的 就这里我觉得双创引领 做一波反弹还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弹上去 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再去创新低的 因为这个最后一角 可能是市场真正去见底的 一个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动作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从这个宽机指数来看的话 我这边介绍一下中正两千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去宽中正两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正两千是量化的集中地 也是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决定性的因子 中正两千只要是涨的 哪怕指数是跌的 市场活跃度是不会差的 个股一定是上涨加速远大于下跌的 那中正两千 为什么我看短期反弹 就是因为中正两千有点跌不动了 这么多的利空 这么多的资金的这些出逃 集中宣洩之后 中正两千其实已经是连续两个交易日没有创新低 虽然反弹幅度不大 但是它没有创新低 就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 可能说有起稳的一个信号在里面 那中正两千如果能稳住 那我觉得短期的这个反弹 它才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在里面的 所以说再绝合到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就是短期我认为市场这里会有一个超跌反弹 超跌修复的这个机会在里面 但是当这个超跌修复反弹到位了 我觉得市场还有最后一跌 这个最后一跌的一个落脚位 可能就跟我跟老爷的观点是一样的 根据黄金分割线的这个判断 就是两千九到三千点当中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是我整体的一个思路和判断 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 你刚才提到了市场的三个下跌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确实我们投资者非常紧张 就是ST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阶段 好多投资者都说我不会买股票了 我不知道买的这个明天会不会被ST 那这个打扫厂子 什么时候能够打扫干净呢 你觉得是要等下一个年报呢 还是下一个半年报或者季报 才能够把这个厂子打扫干净呢 首先这个可能我会比较悲观 我认为这是个长期化的过程 不可能说短期打扫两三个月就结束了 以后就不打扫了 就市场的对于优胜略态股票的一个出清 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 就这里面也是给投资者敲响了一个警钟 就对于个股的选择是要慎中之慎 因为未来可能对于一些个股 它远比指数来的风险要来得更大 所以说我认为ST的这个打扫战场 它可能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 只不过因为市场的这种波动 可能最严的这段时间应该过去了 就接下来可能是会一些相对比较温和 缓和的状态去打扫这个战场 就肯定也是想减少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投资者是可以去预料的 那其实对于投资者而言 就是选择股票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 尽量选择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好的 这个比较干净的股票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好 谢谢庄阳 我确实也觉得庄阳刚才这番话 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 这个打扫战场的一个过程 恐怕是长期的 这第二个现阶段最惨烈的这一段 我觉得也已经过去了 刚才庄阳也是表达了这个看法 但是你记住毕竟还在打扫 既然是战场 还在打扫 你要防万一有颗榴弹就飞过来 正好你在这个位置 那你就得小心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回避的更好一些 而且既然趋势已经告诉我们 资金已经开始向另一个方向集中了 那你干嘛还要待在这里 使硬的硬扛呢 没有必要嘛 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资金还是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 说了算的吧 好了 我们不多说了啊 在收看我们电视直播的一个同时 请大家不要忘了啊 每个假议的晚上八点到八点三十分 谈古人精原版冷码将在有看的家APP抖音号上 继续谈古人精互动特别版的一个直播 与您一起来聊聊炒股那件事 稍后休息以后呢 我们马上回来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 接下来 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可能在目前这个波轨 云爵的一个市场当中更好一些 好吗 来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邦志投独家冠名播出 股东来了2024 投资者权益知识开赛了 九邦志投邀你来战 注册登陆 即有机会获得最高88元红包奖励 此次活动包括独心魔法屋 个人闯关赛 猜子肖骁乐 PK竞技场等多种玩法 参与每种玩法 均有机会抽取红包奖励 累计权益之最高可获得15000元 还有机会登上决赛舞台 答题闯关有奖 投资知识护航 股东来了2024 九邦志投邀你来战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邦志投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涨幅区前五个板块 是哪五个 光刻胶涨了5.98% NPO涨了5.92% 一跌概念涨了5.55% 大基金5.32% 存储概念5.19% 看看下跌的是远洋运输 港口运输 黄金股运输业 以及油气存储 好的回到场内 我来请出两位嘉宾 我们还是先从广敏这边开始 来有请 好的 那我觉得前面我们说到就是下半年的话 应该还有一个请理垃圾的过程 所以说其实我连续两三周来的时候 都讲了一个观点 就是还是要躲在资金要躲在蓝筹股里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次带来过一个案例 今天还是一个案例 走势虽然差不多 但是是另外一个案例 我们看到最近的走势 依然是停在比较高的一个高位上 它没有下来 没有受大部分的影响 这个核心逻辑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讲的 就是营收因为它不断在创新高 所以到了最新一个季度的话 营收达到了122个亿 然后同比增长了39% 那么创出历史新高 然后净利润是22个亿 同比增长了33% 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现金流是34个亿 是净利润的1.5倍左右 那也是创历史新高 那么这个说明资金已经回笼回来了 那净资产收益率是高达了30% 连续三年都是在30%左右 那么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很强的 一个基本面的向上推升的作用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说高股息是一样的 高股息的股票 它其实有一个 假设是5%股息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5%向上的一个推力 那所以说它这个39%的增长 意味着它有一个39%的向上推力 如果说整个市场跌100%的话 那么我可能就是能够躲掉39%的这个一个下跌 所以形成的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我们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就是方向 大的方向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在目前这个位置介入 对吧 那我们之前一直讲的就是说 要去找这个股价站在120天线和250天线上方的 那么当时选出来的时候 老元可以切这个箭头这个位置 就是大概是8月份的位置 那8月份的话 它就是站在120天和250天上方 那么最后的一波 急速的下跌 也就是在2635点的时候 它的刹跌动力是最猛的 其实市场的恐慌情绪很厉害 但是我们要知道2635的时候 它没有刹穿前面的低点 对 很明显的 那么如果跟在之前的这个比的话 就是在之前的低点比的话 就是历史上往前推的话 那么它还是在底部太高 因为我们知道上证指数的时候 2635要比3000点要远远低 低了10%了 但是它为什么能够底部太高 是因为它以前所累积出来的业绩 给它再提供支撑 这个是从长期的逻辑来看 你说明天买进去 其实它明天不一定涨 但是长期它一定是有支撑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 是后面我们要考虑的重点 就是我即便说市场在跌的时候 它也会跌 但是你要考虑到很多股票 它是可能会创了2635的新低 甚至更低的位置 甚至就是我们说清理 变成ST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相对这种标的的话 它就不会 那么这是一个从长期的逻辑来讲 那么从短期来说 我一直认为就是像这类的品种 如果是靠近120天线到250天线附近的话 那么就可以做一个布局 那么所以说这样的话 做一个累积来说的话 它就是未来一旦上涨 它可能有一定收益 那如果说未来下跌 那么我亏损也可能只是浮亏 一旦就像当时这个标的 我们8月份的时候 到2635它是跌的 亏了百分之十几 但是一旦是行情上来 它又创新高 那么累积收益率也达到了百分之 最低达到40% 那么你说从介入的时间来说 也有20%的收益 那么这个相对指数来说 已经是非常强了 那么这个方面来看 就是有一个确定性 这样一个观点 好 谢谢光明这个分析 其实光明他投资的一个想法 是非常朴素的 很简单 就是说我的业绩 你要不断的一个增长 他给了几个指标 如果你不看这几个指标 那我觉得可能你对这个 他的一个这个思考的一个逻辑 可能会不是很清晰 他思考的一个逻辑就很清晰 之前跟我们说过一句 很著名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市场有什么 量价背离 他不是 他是价格和价值出现的一个背离 越来越背离的一个情况下 买入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只有一段时间 那一定会跑赢市场 在我们这边 每次来都是不同的案例 你去看 说明这个价值投资的一个案例 并不在少数 绝对够您进行个投资 来进行个选择 当然你自己喜欢 再加上做波段的话 可能会更好 不多说 我们接下来再来请出庄阳 来听听庄阳的一个分析 来有请庄阳 好的 就是说虽然我前面提示了ST的风险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 就是说 通常垃圾股都是小票 这个是真理 但是不是所有小票都是垃圾股 这个其实也是一句 比较有道理的这个话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复盘一下A股里面的一些龙头 其实很多都是50 100亿市值涨上来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大家还是要对一些 这个比较有潜力的 这个公司和行业 还是不能单单以市值 去制约它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这个是我先说一个前话 那说了这个前话 我就要看好 我自己看好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其实还是更倾向于 看好科技成长 因为历史上六月份 就是炒科技炒题材的 有些六月份是一个财负真空期 没有业绩披露 第二六月份又是一个 上半年的收官 它可能受消息面 受大家情绪面 它波动更大 更加影响的这样一个月份 那以现在的这个消息政策催化 其实是更利好于科技的 所以说我今天推的三个方向 都是围绕科技 跟大家做相关的这样一个分享 那首先就看好的 还是最近这个半导体 因为这个其实市场 已经给出了这个答案 半导体已经逆势走强了 好几个交易日 而且整个半导体指数 也是在低位的 就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指标 叫半导体制造公司的驾动率 这个指标很多投资者 会比较陌生 这个指标决定了 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景气度 这个指标以目前整个 先进制成的两家龙头公司的 一个驾动率来看的话 连续几个季度出现回升 就整个半导体产业 它的上涨 一方面是因为大基金的催化 第二方面 就哪怕没有大基金的催化 它本身的一个产业周期 也是出现一个拐点 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推动 那根据这个相关 这个半导体的细分领域 我觉得还是要跟 跟随这个大基金 去做相关布局 就三期目前可能会投的一个方向 我自己做个梳理 第一个就是对于存储厂商的一个扩产 这个是重中之重 全球都在缺存储芯片的一个产能 这个一定是第一个头的 扩产 存储芯片 存储厂商的一个扩产 第二个方向还是要去补短板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半导体材料 因为设备 我觉得它的一个国产化率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半导体材料 包括光刻胶 它的一个相关的增长空间 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我觉得整个三期 会花很多资金去入股相关的 半导体材料的一个公司 那最后第三块 就是关注AI的相关芯片 就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会出现的 一些大扭股的这样一个方向 就半导体主要看这三方面 那另外就是消费电子吧 就是消费电子 因为整个六月份的催化很多 昨天晚上的苹果的这个AI大会 马上华为在年月底 要开相关的一个会议 包括英伟达 海外的产业链 一直在出相关的一些 AIPC AI手机的一些催化 就整个消费电子未来的一个增量 一定是AI端侧的 AI端侧的应用 比如说AI手机和AI的 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PC 这里面的细分领域 比如说散热 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零部件 我觉得都是具备 非常好的一个成长型的 就大家是可以去逐步关注的 那最后一个方向 就是星际生产力当中的军工 就是我每次来都会推 因为军工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讨巧 攻守兼备的一个领域 当市场好了 你可以说我是星际生产力 我可以跟你一起进攻 当市场又不确定性了 或者说偏防御了 那我有自己的一个避险属性 就总体来看的话 就是我的看法 我的推荐方向 还是围绕科技为主 主要就是以上三点 那这三点当中 对投资者来说 我可能没那么多资金 三选一 三选一的话 我觉得首选还是半导体 因为市场已经给你做出了选择 因为根据市场有效说当中的话 市场它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走势 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一些 消息面的这样一个催化 就这里面我觉得还是跟随主流 就如果一定要选的话 半导体一定是首选 那么还有追加一个问题 半导体 有没有可能像今年上半年 我们看到的低空经济一样 反复走强 我觉得是完全可能 为什么 想想低空经济 为什么能力是走强 是因为出了政策 要去投几千亿的 地方政府要投几千亿 社会资本要投几千亿 现在的行业选择 你就看哪个行业有钱进来 你就去投哪个行业 一定没错 包括去年的AI 今年的低空经济 到现在大基金三期 可能会投到半导体 只要哪个产业 它有新进资金投入 它一定是一个 在阶段性可以走强的一个方向 好 谢谢庄阳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可能我们也就要关注 大基金成立之后 它如何进行投资 投资的相关的一些新闻 值得我们细细研究 说不定就像上菜一样 一道菜一道菜 接连不断的上了 你说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敏穆良 来听听他对市场 是如何来判断的 来有请敏穆良 本周有概率会测试3000整数官 如快速跌破3000后 逼近2950到2980区间的 技术共振位 可以考虑短线进场 看反弹3050到3080的机会 科创50ETF逆时走强 成交量温和放大 技术形态上指数 已经占上20天均线 阶段性的双底结构 已确认有望持续走强 板块方面半导体 今天再度发力上弓 有望率先走出独立行情 好啊 谢谢美目良的一个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有看的家 资源优选板块 来听一听账号 今天会带来哪些优选内容 同时 大家也可以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到有看的家 资源优选板块 来进行互动交流 接下来我们有请账号 好的老员 欢迎收看今天的 有看头家 资源优选策略 市场今天继续分化 在这种分化的过程当中 科技方向再度成为市场追逐的焦点 那么这其中的投资机会 我们应该如何来挖掘呢 一起来看有看头家 资源优选策略的第一张题板 通过对比 科技分割指数 与权益指数 在近10年来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科技分割指数 近10年的累计涨幅 是达到了430% 远高于同期权益指数的16% 超额收益是非常明显 因此科技分割指数 不但说具备长期稳健的持续收益 而且目前还处在相对安全的低位 非常适合我们进行低期布局 以半导体板块为例 指数先是经历了一段50%的下跌 风险在得到了充分释放的同时 在2月初跟随大盘短暂反弹后 再次回落 但是板块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是不再创新低 而是在相对低位震荡整理后 形成了W底的小双底形态 那么近期量能明显放大的同时 超级资金也是持续向上流入 今天主力净买入更是达到了将近20亿元 带动板块指数是一举突破减限压制 打开了上行空间 正是我们进行低息布局的绝佳时机 如果说你也正在寻找这种低位 刚刚开始突破 并且有主力资金布局的投资机会 我们今天刚好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费 低位割技资金吸筹的精选名单 那么领取方式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打开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奥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 之所以说这个方向 值得我们现在重点的进行布局 原因就在于其未来长期的超额收益 麻烦老元切换到下一张题板 那我们都知道啊 就在前不久 大基金三期已经是注册成立 这位科技方向是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那么对比前两次大基金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 在大基金二期的时候是募集资金2040亿元 那比一期1387亿元的募集规模 是增加了近50% 而一期呢指数是大涨了203% 二期呢指数是大涨了327% 那么二期指数涨幅比一期也是增加了50%左右 那么可以看到在募集规模增加的同时啊 指数的涨幅也是在同步增长 那么从这个维度面来看 大基金三期注册资本就达到了3440亿元 相当于说是前两期募集规模之和 那么在注册资本大幅亦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 指数未来的上涨空间也更加值得我们进行期待 更何况板块目前还在相对低位 今天刚刚走出底部形成了右侧拐点的入场信号 那一旦错过这种底部入场的时机呢 以后再想参与就只能是追高 那个时候操作难度就非常大 如果说你也不想错过这种底部刚刚启动的入场时机 不妨现在就拿出手机 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将这费科技低位的资金吸筹名单 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跟上主力资金把握低息的机会 好的 今天的有看头家之应优选策略 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换给老袁 好 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那点优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在微信连连看的板块当中 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标结果 在收看我们电视直播的一个同时 请大家不要忘了 每个交易日晚上8点到8点30分 谈顾认金原版的码将在有看头家APP抖音号上 继续谈顾认金互动特别版的一个直播 与您一起来聊聊炒股那点事 好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呢 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邦志投独家冠名播出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靠着一双手奔向双脚帽 请维本 欢迎收看 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韩股论金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上九方志投 欢迎回到微信连连看 大小盘指数分化 双创指数能否引领市场反弹 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接着请袁建新揭晓 今天微信互动话题的投票结果 欢迎回来 我们来揭晓一下投票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问题是大小盘指数分化 双创能否引领市场反弹 觉得能的 有48% 认为不能的 38% 差了10个百分点 观望的有14% 关键还是要争取观望的这一部分 使得两边的一个票数 一方超过50% 那就决定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投票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呢 对于嘉宾观点的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 是广敏 是更高一些 那么接下来再来送出一个福利 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志投APP 快速挖掘优责公司投资机会 更多投资工具 请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志投APP 下载体验 好了 我们稍时休息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 接下来如何操作 来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志投 实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选择公共交通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志投 实战牌股票学习平台 欢迎回来 在收看我们电视直播的一个同时 请不要忘了 每个假日晚上8点到8点30分 咱们谈谷论金原版冷码 将在有看到加APP的抖音号上 继续我们谈谷论金互动 特别版的一个直播 不知道大家有关问题 有没有准备好了 准备好的话 到时候我们转场过去的时候 要赶紧打在公屏上 打得晚的话 可能嘉宾们一个一个回答下来 时间不够 来不及 那就白折腾了 是吧 所以一定要赶早 好吗 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请出广敏 来听听广敏的操作的一些想法 来有请 好的 我觉得下半年 就是说6月份马上就结束了 就马上进入这个7月份下半年 下半年的其实重点 我觉得还是要规避 业绩不计计期的这种风险 那么之前我们其实来做节目的时候也讲过 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股票 它并没有ST的吧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我们说知道 2025年的1月1号要新政实施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后面可能会发生HCT的股票 你要提前预判 其实我一直跟朋友也交流过 就是其实风险最大的一段时间 是在于从没有ST到ST的这个时间 因为如果说已经ST的话 其实投资者他是不会去碰的 就是怕什么呢 还没有ST到突然之间说ST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的杀伤力是最大的 前几天有一个股票就是十几块 开盘一下子跌百分九十几 变几毛钱了 所以说他之前是 那就是退市 对 在没有这种ST的情况下 他其实风险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可能组跌段也在这个时间里面 所以说我们强调的就是 如果说他最近 就是几年五年当中 他的竞产收益率小于五 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基本上 我觉得就要提前规避掉 因为从这个成绩单来说 就是我们说60分及格的话 那么这个属于 基本上就是60分以下的 50分甚至40分的股票 那60分以上的呢 比如说竞产收益率 大于10%的 那再向上呢 就是巴佩特说的 竞产收益率是大于15%的 那么这个已经算是比较优秀的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去选的话 可能下半年就可以规避掉很大的风险 还有一个就是说 看如果说有仔细点的话 就看整个这个公司 整个如果买这家公司的话 整个最好是全揽 就是说从上市到现在的 他的一个财务的情况 那如果说是历史上就是亏损年数很少 对吧 基本上上市以后都是盈利的 那么这个公司基本上问题不大 那么有些公司我看了一下 就基本上10年 就基本上很长的时间 就一半时间在亏损 那我觉得贵ST的概率就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规避的 有机会在那里面 有机会在那里面 就像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就像个人 一定会在那里面 那里面 就像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